这个孩子是四年级的小孩 在我去之前 他就特别的调皮 经常和同学打架 欺负同学 有一天晚上 正好是在他们班 有我的英语晚自习 我在班里边临时决定的 就是让他当我的课代表 当时同学们是非常有意见的 然后我就说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的 可以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我们给他一周的时间吧 如果他表现在还可以 那我就让他当正式的课代表 同学们也都非常好 非常愿意给他这个机会 他会给我收作业 没有教的同学 或者是一些其他情况 他会写到一张纸上 记得清清楚楚的 晚自习下课了以后 大部分同学都回到宿舍里边了 这个同学呢 在写我的英语作业 那天晚上我很有自豪感 也很有成就感 比我涨工资还要开心 我已经到处了以后